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 阴兵掠人 张龙早上一到警局 就被李大龙叫进了办公室 李大龙递给了张龙一个卷宗 是一起失踪案 一夜之间失踪了七个人 而且时间都很接近 曙光村 新建村靠山村一夜之间 有七个村民失踪 失踪的人员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张龙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同时失踪的几个人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关联 你在问我呀 那我去查一查再告诉你好不好呢 这个问题却被李大龙对了回去 张龙也觉得这问题问得没水准 不敢劳局长大驾了 我现在就去查 和尚卷宗 一个例证接下了任务 临出门 李大龙嘱咐他办案 要注意安全 张龙叫上了赵虎 驱车出了警局大门 赵虎特别愿意和张龙一块办案 因为每个案子都诡异刺激 什么案子啊 失踪了 七个人同时失踪 张龙把掌握的情况 大概和赵虎说了一下 会不会是一块结伴去了什么地方啊 赵虎的第一感觉和他一样 认为一起失踪的几个人之间一定有关联 就目前的线索来看 七个人之间的关联不大 基本排除有集体行动的可能 而且七个人有劳有少 但是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 七个人之间并不存在联系 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着案情 车子开进了曙光村 村里失踪了两个人 车子刚停下 就有一群村民围了上来 警察同志 你们可算来了 为首的是村长 身后跟着失踪村民的家属 警察同志 你快帮我把儿子找回来吧 一见张龙就扑了上来 求张龙帮忙找人 大家先别急 我们一定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请大家先冷静下来 把事情跟我说一下 村民们 先冷静下来 把情况详细地说一下 有村民就说 先把张龙让进屋里再说吧 失踪村民的家属 也一块跟着进了村委会 坐下之后 张龙问起了 失踪的孩子的情况 失踪的孩子名叫张望 他妈说 前天夜里大概十点多 一家人都睡下了 张望 推散他爸 想让他爸起来 陪他到外面撒尿 一个是孩子都大了 再一个张望他爸 也是睡得正香 不想起 就让张望一个人去了 张望 没办法 就一个人出了屋子 再也没回来 张望家到处找都没找到 就像停空消失了一样 张龙听了之后 也觉得蹊跷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 没有理由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离家出走 也不太可能在夜里被人拐走 在农村 很多人家都养了狗 晚上啊 街上有人走动 发出声音就会引起狗叫 我妈说 那天晚上连狗叫声都没听到 说到这儿的时候 邻居刘才接过了话查 他说 今天晚上 他们家的狗不对劲 张龙就问他怎么回事 刘才说呀 平时啊 他们家的狗一到晚上 街上有动静 就会叫个没完 可那天呢 却一直夹着尾巴 躲在狗窝里 问过了张望失踪的情况后 张龙又问起了 另一个失踪村民 徐天的情况 徐天他妈说 那天徐天去邻村的 朋友家里喝喜酒 一直都没回来 从朋友家出来 走了一个多小时 十点左右就该到家了 说到这儿 张龙和赵虎对视了一眼 失踪的张望和徐天 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致的 因为张龙问过张望他妈 那晚 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 徐天他妈却说 听到街上有很大的响声 张龙觉得是线索 就让徐天妈回忆了一下 那个响动是什么发出来的 徐天他妈想了半天呢 也形容不出来 徐天他爸说 那个声音他也听到了 像是街上载过军队 有军队在夜里经过村子 让张龙有些怀疑了 徐天他爹补充说 不是现代的军队 是古代的军队 因为有铠甲和马蹄声 张龙把村民反映的情况 详细地记录下来 并向失踪村民的家属保证 一定会竭尽所能 帮他们找回走失的家人 虽然徐天爹说 他听到街上过军队 让人无法相信 可张龙还是决定去 现场看一看 村长带着张龙来到了 张望和徐天住的那条街上 张龙蹲在地上 仔细地观察村民 包括赵虎都不知道 张龙在找什么 张龙在那条街上 并没有找到军队行进 留下来的痕迹 了解了曙光村的情况之后 张龙和赵虎又驱车 直奔新建村 新建村有三个村民走失 时间也都在晚上十点左右 再没什么更有价值的线索 两人又来到了靠山村 靠山村走失了两个人 也都是在十点左右出门后失踪的 就在张龙以为查不到更有价值的线索了 突然 人群里有人说 他知道村民去哪儿了 张龙一听 猛地站了起来 那个村民叫刘前进 他说的话让张龙如同冷水淋头 刘前进说 走失的村民是被阴兵带走的 虽然这话让人难以相信 可张龙还是让刘前进把他看到的讲了一下 那天晚上啊 刘前进参加了一个酒局 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将近十点了 因为喝多了酒 想方便一下 就走到了路边的草垛旁 他尿得正欢畅呢 隐约就听到身后传来咔咔的声音 像是有大批的人马走过来 而且呢 声音呢 越来越近 刘前进心说了 这大晚上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进村 提着裤子扭回头去看 这一看 吓得他差点一屁股坐到地上 在村口浩浩荡荡地走过了一支军队 全都穿着铠甲 看人数 得有几千人吧 当刘前进党寒的是那些士兵 全都是骷髅的模样 刘前进提上裤子 躲在了草垛后头 听着军队走到了进前 用手捂住了嘴巴 生怕发出声音被发现 军队浩浩荡荡地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刘前进本想等到军队过去再出来 可他忍不住好奇心 伸头去看一看呢 吓得他一个机灵 在那些士兵当中 还有两个普通人 一个大个 一个孩子 在队伍的后头 还有两个本村的村民 那几个人走在队伍里 就像是丢了魂一样 木讷地跟着队伍往前走 刘前进一直等到那支军队走远了 消失不见了 才敢从草垛后面走出来 他把看到的告诉别人 可根本就没人信他 都觉得他是喝多了吹牛的 张龙 张龙让刘前进描述一下混在阴兵队伍里的几个村民的样子 和失踪的几个村民 和失踪的几个村民极其的相似 张龙快速地回到了局里 跟李大龙做会报 李大龙听到阴兵的事并不惊讶 都是张龙有些困惑 如果刘前进是在吹牛 他怎么可能形容出失踪的那几个村民的样子呢 李大龙经办的诡计离奇的案子可不少 对于阴兵过道的事 他也听过 根据宪制记载 有失踪人口的三个村 确实在古代的一条行军道上 张龙离开了局长办公室 也没有更好的侦查方向 就叫上赵虎 驱车前往几十里外的那处古战场 等到了地方 发现那里只是一处较为开阔的荒地 却没有任何发现 张龙又把目光放到了古战场旁边的一个村子上 两个人进了村 一打听 有了发现 有村民头一天 在古战场 就回了三个人是不醒的人 经张龙辨认 就是失踪七个人中的三个 张龙向三个人询问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可是三个人都说不太清楚 就记得听到过军队的声音 然后在清醒的时候 已经在几十里外的村民家里了 张龙安排人 把找到的三个村民 送到了医院做全面检查 又在古战场周围搜查 却并没有另外四个人的消息 直到两天后传来消息 在七十多里外的一个县里找到了另外四个人 情况和前三个是一样的 都说是被阴兵队伍带走的 到这案子就算是破了 张龙心里却一直有疑虑 阴兵过道到底是真是假呢 其实这个问题李大龙也整不明白 这世上的事还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好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